当故事变成现实 人性便是最大的谎言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飞 今天我们聊的是香港炎烟碎尸案 这个女人在情人节当天 将自己的男朋友切成六块 扔进了铁皮箱 为了防止腐烂发臭 甚至还撒上了大量的食盐 而她在年少时还曾被心坛挖掘 拍摄了代言广告 成为了很多男孩心中的白月光 所以在作案后 她被人们称之为香港最美杀人犯 那么这个看起来单纯善良的女人 为何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举动 1999年2月14日 情人节当天 香港满大街 成双成对的小情侣 正享受着美好的一天 而这时 香港屯门的警方却接到报案 声称一位名叫张美文的男人失踪了 于是警方立即赶到了失踪人的居住地 屯门大新春 由于警方敲了很久门都无人一门 于是便破门而入 但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屋的血迹 房间里摆放着一个上锁的铁皮箱 格外显眼 随后警方将铁皮箱搬下楼 打开了盖子 眼前的景象 却把警员们吓了一跳 里面是一具七零八落 满身是血的年轻男性 左手以及左脚不知所终 后来 在楼下的垃圾桶才终于被找到 经过死者弟弟刘志伟的辨认 死者 这是失踪多日的张伟文 张伟文初中时就辍学开始鬼混 目前没有工作 长期已打排度日 是当地的一名小混混 有一个女朋友 名为易宝文 不过在周围人看来 这两人并不般配 易宝文出生于1980年 因为长相乖巧 并且懂事 所以从小就非常的出众 受欢迎 在14岁时 还被星探挖掘 拍摄了洗发水广告 而她也因此 成为许多男孩子心中的白月光 易宝文就读于 屯门天主教中学 成绩优异 前途一变光明 她有一个在酒吧做兼职的朋友 两人关系很好 易宝文 也经常在放假时间 去找她玩 而当时的张伟文 正好也在这个酒吧上班 随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 无疑认识到了易宝文 张伟文当时就被眼前这个 甜美可爱的女孩 深深吸引 于是 便开始想方设法 追求易宝文 通过易宝文的朋友 逐渐的拉近了 她与易宝文之间的关系 久而久之 易宝文和张伟文 便成了关系还不错的朋友 经常一群人 相约去到张伟文家中聚会 直到有一天 张伟文再次邀请易宝文 前去家中做客 由于经常在一起玩 所以易宝文并没有多想 独自去到了张伟文家中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 就是这样的一次普通赴约 却改变了易宝文的一生 易宝文刚进入张伟文家不久 她就被鬼迷心腔的张伟文强奸 然而 事后的她并没有选择报警 反而相信了张伟文的话言巧语 甚至还答应了 成为张伟文的女朋友 两人就这样 以其里的身份相处 到了1994年7月 当时正在学校上课的易宝文 忽然感觉到身体不适 去到厕所后 吐了好一会儿 就是她才想到 自己可能是怀孕了 于是放学后 她独自去到了医院检查 结果不出所料 然而 当时就读中学的易宝文 仅仅只有14岁 她不敢告诉老师 更不敢告诉父母 只好告诉了张伟文 张伟文也知道 他们现在 并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婴儿 于是陪着易宝文 前去医院堕胎 但医生却告诉他们 易宝文的身体数值很差 堕胎可能会导致 终生无法生育 严重 政治可能会危及生命 所以建议她 最好还是把孩子生下来 在长时间的思想都真相 易宝文 最终听取了医院的建议 而在怀孕期间 她依旧正常上课 因为她身材一直偏瘦 所以并没有人想到她怀孕 周围的人 以为她只是长胖了而已 1995年3月 仅有15岁的易宝文 为了隐瞒父母 同时也不想让张伟文 承担法律责任 于是便在张伟文家里 生下这个孩子 但易宝文 并不想让别人知道 张伟文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于是便用自己的姓氏 给女儿取名了 运用于 但张伟文 并没有抚养这个女儿的想法 甚至试图将其抛弃 而易宝文 面对自己的亲骨肉 怎么守着放手 于是她找了个借口 告诉父母 要搬到去外面学习 实际上 则是搬到了男朋友家中 之后的日子里 易宝文白天上学 晚上回到家中照顾女儿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高考 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高考后 她却做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 那就是放弃大学 全身心的照顾女儿 但是同居后的日子 并不好过 日积月累下 张伟文 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脾气变得越来越差 每天打牌 甚至持续了工作 整日游手好闲 严重的时候 还会对着易宝文 全脚相加 这时易宝文 才渐渐意识到 将自己的未来 剧透在一个小混混上 是多么的天真愚蠢 如果一开始 没有遇到张伟文 她肯定能够 顺利赌上大学 也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于是 离开张伟文的想法 在她心中逐渐蔓延 因为她外貌甜美 并不缺乏追求者 于是她开始尝试 接触新的男生 她也从未向任何人 提起过 自己的男友和女儿 易宝文 也在这段时间里 前前后后 交往了两任男友 1998年2月 易宝文 结设了第一任男友 两人的关系 迅速升温 但她又怕被张伟文发现 于是便主动提出了分手 1998年4月 易宝文 第二任男友 在此期间 两人经常约会 但这次 张伟文很快就察觉到了异常 因为她发现 女友经常不在家 对女儿 也没有像以前一样上心 她也并没有证据 直接证明 易宝文劈腿的事实 1999年2月9日 张伟文与朋友一起喝酒时 朋友向张伟文透露说 她曾看到易宝文在街上 与其他男人亲密逛街 这个消息 让张伟文大发雷霆 立即回到家中 与易宝文当面对质 对质 再次也变成了争吵 最后 升级到了拳脚乡家 而这次 易宝文不再隐忍 随手拿起桌上的水果刀 用尽全力 刺向了张伟文 就算张伟文 躺在地上没了动静 易宝文也依旧没有停手 似乎是在发泄 这些年的委屈 以及怨恨 直到她冷静下来后 这才知道 自己杀了人 为了不让人发现 易宝文拿出家中的铁皮箱 准备把张伟文放进去 但由于张伟文体型较大 易宝文尝试很多次 也没能将其放入铁皮箱 而且当时已经深夜 易宝文早已身心俱疲 于是她便用毯子 将张伟文包裹后 抱着女儿惊入了闷香 第二天一早 易宝文出门购买了 大量的食盐 以及刀具 回家将张伟文的左脚 以及左手卸下后 把躯干扔进了铁皮箱 然后撒上大量食盐 来防止腐烂发臭 剩下的装进垃圾档 丢到了楼下的垃圾桶 处理完这些后 易宝文便带着女儿离开了住所 1999年2月14号 一直联系不上张伟文的朋友 终于报了警 警方赶到后 这才发现了惨不忍睹的现场 而消失的易宝文 也成为了最大嫌疑人 半个月后 警方终于在望角附近 找到了带着女儿的易宝文 并将其当场逮捕 在审讯时 易宝文多次强调 自己是正当防卫 是因为失手 才误杀了张伟文 并不是蓄意要谋杀的 最终经过法院的审理 判定易宝文 虽微构成谋杀罪 但误杀罪 以及非法恋葬罪名成立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就这样 易宝文四岁的女儿 易勇于 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 一个人在孤儿院 和进养家庭长大 或许是因为幼年时期 留下的阴影 易勇于在中学时期辍学后 不仅与一起小混混 走到了一起 而且还染上了毒瘾 2014年 20岁的易勇于 因贩毒 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易宝文和易勇于 都已处于重返社会 但易宝文 始终都不愿 与自己的女儿相认 最初的一个错误 造成了两大人的不幸 如果易宝文 在被张伟文强奸后 能够理智报警 不与其发生 这段恋缘 也许结局大不相同 好了 今天关于香港 炎烟碎事案的故事 我们就聊到这儿 记得点赞 评论 订阅 我是阿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